什么? 园瑶要以身相许? 韩兄 不会是要小女子 以身相许吧 没有没有 只是想要你的孩子啊 啊不对 是要你的猴子啊 带到黑马楼里去紫面天秘 真巧啊 今天又看到园道友了 终于等到这一集了 你知我个人怎么说吗? 兄弟们 园瑶我是真喜欢啊 一双眼睛的颜色是蓝是紫 如梦是幻 流光溢彩 真就是眉若眼山恒带 眼若秋水恒波 绊扎了高马尾发型 又展现了圆瑶干练的一面 高小的身材 配上这一身黑色净装 完美勾勒了身材曲线的同时 又让圆瑶看起来美而不柔 艳而不腰 圆瑶 嘿嘿 我的圆瑶 圆瑶真是太美了 就是这一身看起来 莫是有点热 看看旁边的劳模 都穿成啥样了 圆道友摘的熔烟 到底是真的没少出汗了 我误了 怪不得圆道友 今天一天后就要去洗澡 官方设定集中 有说到圆瑶身高177厘米 比劳模也就矮了3厘米 乔兰也一样 选取不同的画面 就算圆瑶的头高来减小无差 平均下来头高22.66厘米 差不多7.8头身 腿长101.78厘米 腿长占比57.5% 标准头身比半身高腿长 这身材比例也太好了吧 选取合适的正面画面 描出身体轮廓 正面胸围宽26.82厘米 正面下胸围宽23.09厘米 再算出正面腰围和臀围宽度 侧面画面中背部曲线被披风遮挡 那就得借助自然的力量了 截取风吹起披风时的画面 正好露出完整的背部曲线 就是前车又被手臂遮挡 问题不大 选取相同角度的其他动作来模拟正面曲线 再将两个曲线对齐 下胸围点就能确定了 那么前后的侧面曲线就都出来了 算出侧面各项数据 建立委员创了不是横线面模型 这次的模型是标准的椭圆 标注出所有数据 算出胸围91.90厘米 国际词马围75D 英词词马围34D 继续建立腰围模型 腰围60.72厘米 囤围模型和腰围模型略有不同 相信这些模型大家都很熟悉了 囤围95.93厘米 那么圆窑的BWA7就是92,61,96 从腰围上可以看出圆窑腰身纤细 身材比例完美 曲线风于动人 我把圆窑的所有数据都整理在了这张拳图上 觉得行的话还问点个三连呀 我是专专专下3 我们下期再见